从现在呢是在这个东京广线台的东北新干线的车上 刚刚呢南丹半岛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 也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我们的夜上呢为了安全期间呢 在刚刚也一度停射了四五分钟 地震当下TVBS记者刚好就在新干线上 日本石川县南丹地区原但这天不大平静 当地时间下午4点10分发生规模7点6的浅层地震 还有媒体顾问公司带着13位台湾YouTuber出差到苗场滑雪 也受到地震影响 当地时间下午5点多行程大停摆 要从这个康泽车站搭新干线 结果呢在途中发生了这个大地震 所以现在目前新干线是全面的停止 那刚刚看了一下最快的话呢 是要到两个小时之后才会发车 因为地震当下在公车上没有感觉 但全车手机发出地震警报 不过新干线车站旅客只能统统下车 用手机用一用忽然开始叫 我还以为是我忘了关手机 但是发现就是怎么忽然 整个车的那个音效有点立体 就发现这是日本版的 全国的那种警报 我朋友在东京他说 他办电是停电的 对就蛮可怕的 YouTuber还说是第一次遇到延迟状况 日媒也不断报道 包含石川新系富山山行等线 沿海地区发布海啸警报 还有能能半岛 预计有5公尺的海啸 一位家到日本八年多的人妻 住在九州最北端 突然听到屋外警报广播 虽然家人都很镇定 但他第一次碰到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没有遇过 那我们家刚好又住海边 对然后因为电视的那个 播报员的那个口气又很紧张 然后你就会想说 如果真的发生海啸了 我们该怎么办 据住大阪办事处回报 以联系辖区内各侨团 及留学生组织 尚未听闻有受灾状况 其他台湾旅行团 东南旅游有四团在北陆中部地区 三团在明谷 一团刚从金泽离开 熊师八组团客在中部地区 还有团员都平安 行程也持续进行 还有山府旅游在北陆 目前有三团 大约一百人 虽然交通受到风路影响 但全员平安 不过餐饮金有两团旅客 滞留当地 虽然旅客平安 但受到航班影响 虎王爷说明 1月1号航班调整 IT228回淘机 起飞时间有待通知 IT229延误多久还不知道 影响旅客共332人 只能说行程延误事小 祈祷灾害降到最低 最重要 TVBS是吴慧燕杨丽芬丽 日本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Zither Harp